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会议开会本来很秘密 但可能梁振英赶着上北京 加上他也不寻求连任 由昨天开始很多人在讨论行政会议 谈过什么 当然这些都是传出来的 就是说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机制 强积金对冲什么呢 就是两种钱 此其一就是 遣散费 此其二就是 长期服务金 遣散费做过两年就有 长期服务金做过五年就有 当然你自己想到公传网站 不用看我的节目 但你说取消了好不好 基本上打工制一定说 赞成 对 总好过被人充满 你确实知道行政费多贵 好像充满了 NPF的行政费 我们今天讨论很多工人组织 就是说怕一旦做了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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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我觉得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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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服務給你 即是跟你打工的人 現在的老闆求打工 求求他 如果不可能你做兩年 你還要解僱他 你等於間接 找自己笨 拿石頭來打自己腳 還有 無緣無故有個人跟你做了一年零十個月 或四年零九個月 你忽然間兜了他 你不怕我在勞工處告你 無理解僱嗎 其實你很危險 你都是找自己問的 強積金對衝擊制取消 你現在就兜了他 他是做了一年零十個月或十一個月的 其實官員都隨時罵你的 所以兩個可能性都不高 令到解僱潮出現的情況就不高 第三 還有一件事 我剛才一開始說 梁振英是否求求連任 現在不求求 現在最重要是 他想留下一些代表他的東西 所謂政治遺產legacy 他一定想做成這件事 為何想做成這件事呢 因為另外他答應了做那兩件事很難 退休保障制度 全面改革 多複雜 還有標準工事 其實也很煩 現在剩下半年時間也很難搞 所以他一定是全力搞這件事 搞這件事 其實只要政府肯給錢做過渡期 就搞定了 為何不給呢 就是說無端端僱主拿夠錢出來 填了對衝那一段 就說沒有錢 但你說不用你填了 政府幫你填 他沒有反對的理由的 他都沒有虧 打工仔更加不會虧 正如你所說 總之取消了對衝 就有數了 所以我覺得三個原因解僱潮未必會出現 當然了 你會說 總有無糯僱主 如果真是無糯僱主 他不兜你 你也快走